Hello,大家好,我是Jerry 相信在北美的小伙伴都去过Hmart这个潮食 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亚洲食物 尤其是韩国的食物 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回购过很多次非常喜欢的一些食物 另外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很不好吃的东西 这样可以避免大家踩雷 那我们一起开始吧 首先就是各种各样的适合烧烤的肉类 比如牛肉,鸡肉,猪肉,应有尽有 有一些是腌制好的,还有一些是没有腌制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Hmart适合烤肉的和牛 它虽然不是日本的和牛,是美国产的和牛 但是质量和性价比都已经很优秀了 而且经过处理是刚刚好适合烤肉的包度 非常适合在家里面DIY烤肉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芋头饼 里面有非常好吃的芋头鲜 它需要用平底锅煎一下 外面是酥酥脆脆的 里面是非常软糯的芋头 然后芋头也不会过甜 是我觉得这类饼中最好吃的一个口味 另外红薯味道和红豆的味道也不错 只不过比这个会稍稍甜一点 黑糖的口味我觉得就一般 比较不推荐 接下来是这个麻薯的芋拌粉 非常方便的烘焙材料 这里面一盒呢有两包 每一包呢能做十几个麻薯 它的做法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加入鸡蛋和牛奶 然后搅拌成团 放进烤箱里去烤就可以了 另外也适合在空气炸锅里使用 用这个玉拌粉做出来的麻薯呢 和外面买的一模一样 口感呢是糯糯的 还有黑芝麻的香味 喜欢吃麻薯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接下来呢是这个冷冻的炒年糕的组合 它这里面呢已经放好了年糕 鱼饼和辣椒酱 还有糖浆 那糖浆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炒米条当中 我一般觉得三分之一就足够了 完全放进去的话会有点过甜 我买的这一盒呢它是炸酱口味的 另外呢还有普通的辣味 微辣还有特辣的口味 这个呢是新出的口味 所以我买了尝一尝 那普通的辣味呢就已经很好吃了 这是非常方便的午餐选择 盒子里面也会包括制作的提示 比如说这个是我之前买的辣的口味 里面就写着怎么制作 制作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炒米条放在锅中 然后放入酱料包 糖的包 然后放入鱼饼葱水 煮到开就可以了 上面写着六分钟就可以做好了 是很方便又好吃的东西 我一般呢喜欢加上一些甘蓝菜 这样就会保证营养不会缺失 而且也很配炒米条的口味 如果再能加个鸡蛋就更好了 最下来呢是这个 鼠筷芝士热狗棒 它这个一袋里面有四个这样的小袋 它这个外面是一层层的薯块 然后里面有厚厚的一层芝士 最里面呢是鱼肉香肠 是很解馋的方便食品 用空气炸锅或者微波炉 加热一会儿就可以直接吃了 很方便 如果喜欢吃这类零食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 下面呢是这个冷冻的章鱼小丸子 能买到这个章鱼小丸子 我真的太开心了 因为我非常怀念国内街头的这个小吃 它这里面真的有章鱼块 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热一下就可以 然后加上美乃滋和柴鱼片 就基本可以还原街头章鱼小丸子的味道了 如果馋这个东西的人可以尝试一下 还真的挺好吃的 接下来呢是我买到的这种玉米 它的口感呢是像国内那样的黏玉米 不是像美国转机那种甜甜的玉米 那种玉米呢会过甜也没有什么饱腹感 这个玉米呢很有玉米的香味 饱腹感也很强 适合当主食 也适合减肥的时候吃 简单的用水煮一下或者蒸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我是无限回购过很多次的 下面呢就是韩国各种各样的打糕 有的时候幸运呢还能买到当地韩国餐厅 当日送过来的新鲜打糕 跟我之前在国内吃的朝鲜族打糕口味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非常好吃 可以当做早餐或者主食 吃都可以 接下来强烈推荐大家这个腌肉酱 因为真的太好用了 真的是特别适合做肉类的一种腌肉酱 上面虽然写着适合于牛肉使用 但是其实做鸡肉猪肉牛肉都可以使用 这个酱隔夜的话腌肉效果是最好的 也可以根据情况加入蚝油料酒花椒之类的 其他的甜味我就不推荐再加了 因为这里面已经有很丰富的甜味 甚至里面还加了梨汁 所以它已经有一种很清香的甜味 这个真的超好用 强烈推荐 接下来是这个 我管它叫乌龟零食 因为它这个小乌龟很可爱 这已经是我无限次回购的零食了 它这个是玉米做的 里面有四层是非常清脆浓郁的玉米口味 一点也不腻 感觉一吃起来就停不下来 非常推荐给大家 还有这个蜂蜜黄油口味的薯片 一定不要错过 它就是浓浓的黄油加上甜甜的蜂蜜味 非常搭配 我之前都没有想过这些味道能和薯片一起搭配 直到尝到这个才知道黄油蜂蜜和薯片的味道能搭配的如此的好 喜欢甜甜口味和喜欢薯片的人可以尝试一下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韩国各种各样的烧酒 大家都知道烧酒呢是韩国的国民酒 去韩国烤肉餐厅的话大家也都会点这种酒 有很多水果的味道可以选择 最好喝的味道我觉得是葡萄和苹果口味的 另外原味的烧酒配着养乐多真的很好喝 当然也可以配类似的其他种类的卤酸菌饮料 因为这样又增加了酒的甜度和浓厚的口感 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种HMR的雷品 我真的觉得踩空 大家可以绕道前行 首先呢就是这样的饺子 其实正常在饭店里点的这种韩国饺子是很好吃的 里面还有一些粉丝 不过这种酥冻的饺子呢 它会有过重的味精的味道 每次吃完之后呢就会感觉非常口渴 一直想喝水 另外呢里面的粉丝呢 也会感觉口感很假 它不是很软糯Q弹的口感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再买这种饺子 如果大家介意这个很假的口感或者味精的味道 就可以绕道 另外就是这个芝士的年糕 这里面的芝士的人造口味很重 它并不是新鲜的Mazzarilla 而且它外面的年糕也会过硬 给我的感觉就是人造感很重 味道真的一般般 不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吃年糕的 还是吃这种我之前推荐给大家的这种 味道要好上好几倍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知道哪些HMR好吃的东西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